那陳華是運動營養師 那你對潘醫師 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能夠做到這樣 其實在一開始的用藥的部分 建立很大的新興 然後我們也有發現 就是在門診上有遇到了 一開始胃口很大的 確實可能那個透過一點藥物 可以讓他胃縮小一點 後面的食慾也比較好調整一些 這個我們在臨床上 也有看到一些好處 但蠻重要一點 這後端在開始在運動上的一個加入 可能後面體重沒有變太多嘛 對不對潘醫師 後面體重就維持 沒有腹部就不錯 再瘦下去 還得了 但是他的身形上應該就是譬如說 脂肪在減少 肌肉開始有點回來 所以他那個總體重是不會變太多 但是有在身形在變瘦 肌肉量有在成長 這個是最好的 我們都希望用體重機看 有時候會有個缺點 你在肌肉增加 你不曉得 你就肌肉增加 脂肪減少 這個時候體重很常會 比方說一直都六十公斤 事實上你的脂肪是很大量 那也不好嘛 對對對 如果你在有運動的情況下 我們臨床看到很多在運動的情況下 你體重不會變太多 但是體內在增肌減脂肪 這是最好的情況 那你要代謝症後群的一些疾病 那有那種體重站上去 會知道自己的肌肉量嗎 現在的話 有體脂率 有那個譬如說像 in body這種 然後就是站上去測 你這一段肌肉骨骼 這一段肌肉骨骼脂肪 全部都分段幫你抗你出來 會有差 我們譬如說在 我舉個例子 耐力運動嘛 這樣可能是單車的啦 或者是跑馬拉松的啦 他們下肢的肌肉量會很大 你不要看他瘦瘦 他是瘦在上半身 下肢肌肉量很高 所以他會有部位的差異很大 了解 那有一些甚至是上半身很壯 下半身肌肉很小 也有 那以理有什麼補充嗎 對潘醫師 其實我覺得潘醫師 他的案例是最標準的 就是減肥的成功的案例 因為他本身 因為他本來是就是醫生嘛 然後他又是那個身心科醫師 其實我們以前在做門診的 這個減重介入的時候 營養師會跟身心科醫師搭配 因為減重其實是一個 心理學的抗戰 沒錯 因為真的是心理學的抗戰 因為減重其實是對自己 要有一系列 就是一個時間 一個時間的 一個信心的建立 那初期大部分的人 都會先把飲食先控制 所以潘醫師其實是先 剛開始把飲食先控制住 然後輔助一些 比如說藥物 或是蒸劑的部分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先用飲食 那我剛剛看他的飲食裡面 我覺得他那一張那個 那個便當 就是那個 那個圖片 我覺得倒是可以給大家做 一個參考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在外食 如果你要減重的話 其實我們有個口訣 就是兩素一分 一半分數 對 就是你也可以 就是兩素就是說兩個菜 然後一個分 分類的就是你可以選 因為外面 你在外面吃的話 大概以魚肉或是瘦肉為主 你要吃牛肉 你就牛腱 你要吃豬肉 你就吃腱子肉 這種的都可以吃 不說健康 不說很痛苦 然後另外就是一個半分數 剛剛那個像那個番茄炒蛋 這種洋蔥炒蛋就是半分數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口訣 就是說你在外面減肥的口訣 不過我剛剛拍醫師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 我頭到幫他計算 就是說他是六個月瘦二十六公斤 所以平均一個月是四公斤左右 那他是沒有停滯期的 沒有停滯期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是有意志力的 你看他剛才面對這麼多美食 他都用黏的 脆爛爛爛的 也是吞進去 他沒有吃 他沒有去吃他 所以剛開始我們在講說 脆爛爛爛爛的 他吞下去 他吞下去 脆爛爛來這裡 還吞下去 對啊 因為他剛才在美食 大家聽到一定都流脆爛的 他沒有真的說 忍不住去吃他 所以飲食我們有個 就是說減重有個叫做 減重前三個月 飲食為主 運動為福 我們慢慢加入運動 因為剛剛什麼運動習慣的 這個就是一個口訣 那潘醫師就是這樣做嘛 然後三個月之後 我感覺你真的厲害 我喜歡吃一種麵包 叫桂圓麵包 那個要走過去不買 尤其是下午三四點 他就買去了 還新的又出來 那這樣熱的 還軟軟 還很好吃 你不買真的是很好吃 對不起自己 我跟你說 鎮大哥我都照買 照吃 我都把它放在運動前吃 運動前吃一吃之後 我就去運動 它就燒掉了 真的嗎 把熱量耗掉 對 那些糖類消耗很快 跟瓦斯一樣 就燒掉很快 真的喔 糖類消耗很快喔 對 碳水燒耗很快 所以就不用擔心 重點要運動喔 要運動 要看運動會有多少 然後你看他的運動量很高喔 對 你都吃多少胖 麵包 你說那一顆嗎 那一顆 因為我都叫他切成五塊 我可能差不多吃一半左右吧 一半算不小了 對 但是夠運動 也有吃到喜歡吃的 對 運動起來精神 體力又覺得 我可以做得到這個程度 覺得很有自信感也蠻好的 吃那個胖子 噴一杯咖啡 你知道嗎 你這沒好 你跟我說 可以耶 這個運動前很好搭配 還可以就是讓你那個精神 就是爆發更好 這樣喔 OK 還有一個飲食很重要的 對 三件事情我已經 大概這一年多都沒有 很少 啤酒 這個很重要 可樂 含糖手搖飲 我喝手搖飲都絕不加糖 啤酒也算熱量很高 這三個裡面 就是酒 是我們現在拿他的辦法 最沒有的 就是說經常就是每天都 一小杯一小杯啤酒 啤酒啤酒這樣喔 那還是會胖 對 啤酒熱量高 對 你說其他含糖飲料 還是什麼 我們都還可以處理 這樣子 都還算不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酒精確實是 沒有太大的幫助 而且他堆脂肪比較容易 你聽說這顆汤這麼熱 那個辣椰米露 都喝了一杯 生啤酒一杯五百CC 有的人一口就汗了 我最怕這個 酒量太好了 酒量太好 你就是會喝很多 那我們有一個口訣 就是喝酒等於喝油 對 喝酒等於喝油 對 因為他的熱量 趨近油脂的熱量 所以我們通常也不會說 你不要喝酒 我說不然你就喝油也沒關係 所以說這是油喔 這觀念的建立 而且喝酒還會促進食慾 對 好 如果你在吃酒 對不對 又吃一個燒烤 米露一直灌一直灌 你越腰越要吃 對會這樣 我有一次測血糖 喝完啤酒之後 看一下低血糖 會高一點點都 啪又掉下來 為什麼會低血糖 它就是會讓你的血糖要 本來要維持穩定的 那個功能暫停掉 你就血糖後來都不夠 它就一直掉掉掉掉 你會有點想吃東西 會有點低血糖 就會吃了多 所以就是會刺激那個食慾 你本來啤酒一瓶熱量可能還好 現在好了 你再加上外面再加吃 你本來不會餓 你喝了那瓶就想吃了 更糟 你如果去啤酒燒烤店 你會說奇怪 怎麼做要燒烤 要燒到那裡鹹 因為你鹹就米露一直糊 然後又糊 一個循環 好 那這個高情景是去年胖到多少 一百喔 一百零吉 但是最主要胖是胖到肚子 去年的肚子是大約四十點五藥 胳膊都不會穿的 每天的胳膊都不會穿 每次都塞到旁邊 放在 我捨不得丟掉褲子 那個想說 以前錢開的就買的 現在不會穿的 就換身的 不敢換 對 所以我其實 我在胖的時候 我是因為我有糖尿病 我還有心臟病 還有這個山口這個問題 但我每次我之前靠運動 是這樣 很多人不相信 我走路一天走這樣 一天都走這個 三萬耶 三萬步 對 三萬步 我每天平均都走三萬步 下雨天我都拿雨傘 三萬步很多耶 對 我從木柵走走到心殿 然後再走到那個金門那邊 走到一圈 從身處走三路 那走路也有 騎腳踏車也有 一個人騎到烏來 或一個人騎到貓空 是 可是我發現運動 結束之後 越腰了 運動手越腰了 越想要吃 那我水餃一次可以吃五十顆 有 五十顆 我想 吃自助餐 我們最會給 自助餐比較多也推下去 我心裡一直想 我有在吃藥 反正我有在吃藥 反正我有在運動 把腿都吃了 吃了就再說 所以那個是不知不覺的 就是這樣一直碰一直碰 因為水餃很多澱粉 對 我都 它油脂很高 油脂很高 水餃的話 它因為裡面絞肉 平均大概油脂會占六十五百分 就以百來講 油脂占六十五百分 我吃水餃 好吃的水餃 因為它裡面是絞肉 它肥瘦比例 就是如果肥七瘦三的話 它整個比例是六十五百分的 對啊 所以人家說 為什麼這種包起來的東西 是減肥的大敵 包起來的 就是什麼 油就好吃 你看不到 一頓好了嗎 不然就是那個包子 煎餃 煎餃 小籠包 對 這種的 你會覺得說 我吃到肉還吃到澱粉 沒有 其實裡面都是油 是喔 對 所以我平均一頓 水餃都四十個開調 我吃到五十個 最多吃五十個 它你都吃幾顆 我吃八顆 因為我們家那邊的那個水餃攤 所以阿嬤包的比較小顆 沒有算外面的什麼 八方的那種那麼大顆 所以我吃到四五十個 才有那種飽足感 對 而且我一天吃五六餐 一天吃五六餐 我早上就吃中午 也吃 會不會走路線就吃 晚上走到今天夜市又吃 然後回到家也要睡覺前 你把熱量耗掉 又再補回來 又補回來 所以我那時候不知不覺 胖到說有一次 我們這邊錄影的時候 我那天要穿西裝 想說奇怪 褲子拉不起來 穿不起來 然後穿到大腿這邊 就拉不上來了 你的糖分 你剛才說你有糖分 你糖分多少 我糖化血色數是 上一次去量是六點九 六點九 是從七點九降下來 因為我有在持續運動 這樣都太高了 還是高 標準是六 標準是六 那我運動的走路 走了大約一年半 對 登山走路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